歡迎大家收看馬高斯TV 馬高斯 首先要跟大家說聲不好意思 本身第11集時 看見它是分上下兩集 想著第12集時一次過做解說 誰知我病了 結果喉嚨比較不舒服 很難錄音拍片 接著第14集星期六 我婆婆就離開了 所以我都沒什麼心機拍片 現在無論喉嚨還是心情都慢慢復常 每星期的解說片將會逐漸回軌道 好了 我們現在入正題 今集的故事算是推動主線幾多的一集 一開波Skador接到各地出現不明的航空現象 各地因為高速的衝擊波而受到破壞 怎麼看都不會是天災 就是怪獸的所謂 於是Skador就開始調查和出擊對付怪獸 月光怪獸Delutantaru 月光怪獸Delutantaru身長45米 體重17000噸 由南建吳粗刀去設計 而皮套演員就是永地右斗 過去同樣都叫做月光怪獸的兩隻 分別就是超人太郎第28集的月光怪獸再生電王 以及超人尼奧第32集的月光怪獸Kilala 起初布雷獸發佈會的時候 在眾多新怪獸入面 Delutantaru就是最吸引到我眼光之一的怪獸 因為他的身體呈呈金字塔形狀 誰知原來因為他太扁了 所以就要用台座固定他 才會看到金字塔形狀 從外觀去看的話 就真的挺像一個Delta的戰鬥機 而Delutantaru的Delta 就跟英文Delta的騙架名一樣 很可能就因為這樣而命名 而怪獸的漆黑的驅體和發光的腹部 就有如一個戰鬥機這樣的機械姿態 你又怎會猜到他是一個地球種怪獸呢 根據劇中的解說 Delutantaru就是從地面飛上天空之後 就會有很長的時間都不會再降落地面 而副隊長就在原來那裡發現了怪獸的脫皮 從皮質的DNA去鑑定 就並非這個宇宙怪獸 而是這個課真價實的地球種怪獸 而且這隻怪獸的生態都很獨特 當牠飛上天之後 就會衝上大氣層的高度 再去尋找附近的積亂雲 去做這個掩護 所以人類就很難會發現到牠 我就很想套租了 地球的生物竟然可以傳回在這個大氣層 都已經夠了吾地球種了 所謂的積亂雲 日文就是Sekilangun 中文就是積雨雲 又或者叫雷雨雲 顧名思義 就是快將會落大雨之前的陰雲 怪獸除了喜歡找這個積雨雲的特性之外 這隻怪獸最大的特點就是超高速的移動 就能夠在空中達到馬克9的陰速飛行 大約30分鐘就飛到1萬公里 如果說得具體一點的話 由香港坐飛機去東京大約2874公里 所需的時間大約是4個小時15分鐘 Dellutantari就可以大約8分鐘飛到日本 希望我沒有計算錯了 這樣看又真是超級快 一般來說 民航客機就是馬克2的速度飛行 而特戰修就是馬克4 然後對比一下部分超人的飛行速度 初代超人就是馬克5 然後梅比斯和光明就是馬克10 而麥斯和禎狼就是馬克9.99 歷斯比較慢就是馬克3 Zero和高斯中規中矩就有馬克7 至於平成三子方面 數值都挺極端的 迪加就是馬克5 蒂拿就是馬克8 加亞就有馬克20 而亞古魯就有馬克23 始終超人太多我就不全部說了 大家想了解多些可以上圓谷的官網 又或者購買不同的資料找去看 所以Dellutantari的速度真的非一般 至於攻擊手段方面都不算太多 它本身陰速飛行的衝擊波和撞擊 都已經破壞力不少 而空口的發光球狀態 就能夠發射出Dellutantari的月光彈 反而它的防禦力就很高 在空中戰的時候 它硬食了只要彩虹光輪都沒事 所以它的外皮硬度都異常地高 而根據負責設計的南建5 在這個X那裏出post 就說是以這個叫做 現今的原本生物去做這個設計概念 再以這個1990年 比利市不明飛行物體事件裏面 比利市民眾目擊到的 Delta型UFO去做參考 就設計出這隻 披著宇宙怪獸皮的純正地球怪獸 然後今集的戰鬥過程都頗有看頭 田口監督今次用了一鏡到底的方法去處理 雖然中途穿插了使用輝射的畫面 而特攝片2分多鐘的一鏡到底 其實難度都頗高 當中適合皮套演員的配合 怪獸皮套的操控 以及如何處理使用輝射的畫面 從田口的訪談裏得知道 Delta型UFO的頭部、手和身 合共需要三個人去控制 全部成功配合才有今集的戰鬥畫面 而且回想至今為止的超人作品 就算有空中戰都好 都總是會落地面再打過 又或者在地面打完才上空中 但是今次就是全空中戰 絕對是極其小遊 土橋遊 與此同時衛美隊員就去暗中調查 因為衛美發現了至今的宇宙怪獸 是很有規律地去到地球 這個世界並沒有剛剛好的巧合 見到鬼鬼地決定去調查 就會用它黑客的能力調查地球防衛軍 發現了一項機密叫做V99 以及出現了一個人名 土橋遊 這位就是前GGF日本支部司令部的長官 退役之後成為了宇宙裝備研究所 第66實驗設施的負責人 這個這麼重要的人物 就是由二年八十歲的 智田龍去飾演 相信大家都會認得這位資深演員 他早在初代超人第14集的時候 就演過這個路人角色 然後迪家的時候也演過兩集 帝拿就演過第37集 還有Ultra Cute Dark Fantasy 就第24集 至於墨斯當時就很經典 就是第24集去演這個Metalong Segin 然後比較和善的 就是有豬舵小鹿的養父 蒙面超人方面最印象深刻一定是W 而最近的Black Sun也有份演出 從土橋遊跟衛美隊員的對話中 就發現了原機 當衛美隊員推測兩隻宇宙怪獸 是由敵對勢力傳送到地球的時候 土橋遊的回答就說 衛美的思路是正確的 還叫他努力調查 查完之後就告訴他答案 然後衛美隊員就發現了兩項機密文件 裡面除了V99之外 就是2020年的爆炸事故的報告書 V99 V99早在第4集的時候已經出現過了 同樣都是機密文件裡面 一瞬間出現過而已 在我說推測之前 就整理一下至今為止的時序 在1999年的時候 就有隕石墜落到地球 我估計很大機會就是V99了 而我覺得 這個第66的實驗所就是研究99年的隕石 然後2001年 就再有隕石墜落 就是第4集的軟體怪獸 接著就是2020年實驗設施發生爆炸事故 造成女主角的父親行蹤不明 然後賢人當時負責土橋遊的護衛 賢人走入大樓裏跟布雷獸初接觸 之後2023年5月就是宇宙教學怪獸的來襲 防衛軍定義為初次來襲 接著同年8月 宇宙電磁怪獸就是第二次來襲 看看超人X和超人Z的作風去推測的話 可能1999年的隕石就是最終BOSS 然後布雷獸之所以出現 可能就是實驗而意外產生出來的蟲動 又或者可能是布雷獸在追擊中最終BOSS 不過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未免太過沒有驚喜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想法呢 還有今集轉了另一首片尾曲 歌名叫做Blai Blaser 也是由MindaRyu演唱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讀錯他的名字 不過就火怕了這隊人一起演唱 這隊人的名字太長了我就不讀了 最後就講一點今集的感想 其實今集都挺好看的 有描寫怪獸的生態和特性 而且設計又獨特 再加上是全空中箭 都還未計算它的陰謀論和伏線 最後Blai Blaser出招的時候的畫面也挺有心思 例如從能量燈去到揮石出技能的時候的畫面 又或者見到布雷獸和賢人的同步率 是開始越來越高的 是會見到它出彩虹光輪之前 是會構思打什麼方向 今次這條片就到這裏了 現在這個頻道增持了會員制 如果大家有能力想支持的話 歡迎大家課金加入做會員 大家的支持就是製作的動力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記得給我LIKE我 歡迎大家一起留言討論